一次 他这样斜下我的手 其实我是走过我 又一次 抱着你 然后你也会感觉到 他下体有反应 有生理反应 摄影师涉嫌非礼 女无特异的事件不断发生 这次不只牵涉未成年少女 更涉及性暴力 看到我私人部位 我大腿内侧 甚至是音部的位置都有 用她的手 按了我的头到水底 扣不起 我发现自己都被她侵探的时候 情绪很不稳定 不少女孩因为喜欢拍照 而加入私影圈子 亦有摄影师希望透过私影 摸索自己的拍摄风格 于是,私影圈子就出现 互惠若拍这个名词 即是摄影师和孟德义 在双方同意 不涉及金钱的前提下进行拍摄 一件事都吸引了17岁的Jenny 那几岁开始接触私影的东西 一年前,16岁 一向我都是在街边拍摄 都是很普通的生活照 今年面前有位摄影师C先生 主动私信他约出来私影 在他的网页说自己擅长人物舍真 但他拍摄的多数都是性感照片 于是Jenny这样回覆他 我就回覆他 但我拍摄的照片并不是你 那些帖子里面的性感露营的照片 然后他就说他也有拍摄其他 不同的露营的照片 我就提议租一间博物室 因为我想拍摄一些家居风格 拍摄的地点是谁决定的 是摄影师决定 到拍摄的时候 我才知道最后确实的地点在哪 但去到拍摄地点 竟然是时钟酒店 Jenny第一个感觉是… 害怕 但你也硬着头皮去了 一进到门口 我身上穿着校服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要去厕所换一换衣服 拍摄的衣服是一件衣服 下身是碎褲的短褲 我换衣服去厕所 然后他就跟我说 去厕所不用闪门, 无所谓 平时人们跟我拍摄这么多次 都是这样 我又不会看的 但我最后还是坚持闪闪才换衣服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未开始前, 他也未算太过分 谁知道一开始拍摄 态度就变得专环霸道 一开始是我坐在床上 然后吃着草莓地拍摄 然后他就无端端说我 你不会摆姿势就不要乱摆了 然后令我很害怕 害怕吗? 对了 Janny越害怕, 他就越放胆 当他学习了我 我整个人静了 一声都不吹的时候 他就开始碰我 他有没有问过我直接碰我 然后触碰我的不同身体部位 然后转换我的姿态 直接扯着我两只脚 然后踏我到床上 就是这样扯着你的脚 然后就这样躺在床上 对了 他会把我的两只脚弄成M字形 分开两只脚的M字形 然后他就在调整位置 但其实已经超越了底褲 更加碰到我的私人部位 我大腿内侧, 甚至是阴部位置都有 那一刻害怕吗? 很害怕 我那一刻很想哭 过分的要求, 终结二连三 我的底层是一件衣服 然后他就提议 不如拍摄那件衣服 我就拒绝 对他说, 如果拍摄的话 一定要让我保护自己 才可以拍摄 然后他突然扯低我的脚 他没有问过我 差一点就会露点 我扯高, 他再扯低 他一直的态度也很差 就好像命令我做什么 我就只可以任他摆布 这个时候, Jennie已经害怕 不懂得反应 他就说要拍摄我吃草莓 到后来他突然扔掉了一粒草莓 变了把他的手指放在我的嘴上 叫我吃他的手指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 赤线公仔那样被他控制住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实在太害怕 打算快点拍完就算 对于受害人来说 当时第一时间的状况 他们应该会觉得很突然 其实会不知道怎样反应 或者觉得很害怕 其实也很正常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 其实我们都会鼓励他 反而是要照顾自己 或者事后给一些空间 自己想想一件事 应该怎样处理 怀疑被非礼, 绝对应该报警 如果受性暴力对待 就更加不能容忍 Hannah大约二十岁, 是大学生 她作风大胆 拍的都是大尺度照片 虽然拿路 但不代表可以被冒犯 一开始我们已经有一个群组 是我们五个人 已经说好我们会拍大尺度 大家可以看看当天 大家觉得舒不舒服去决定 谁知道那天拍一拍 C先生就高呼 喂, 脱衣了 脱了脱了脱了, 脱了脱了 全都脱了 就跟一开始说的完全不同 本身有些帖子是 女生和女生之间互动的 但是高明摄影师 就会无端端拍到一半 就会把相机给了其中一个模特 然后自己跟另一个模特 互动 她已经脱了上面那件T恤 只穿了下身 因为模特本身的姿势 是趴在床上的 半趴 然后那位摄影师就坐在人家背部 没有问过那个女生 没有问过 一开始是平等 是视模特和摄影师平等的关系 到现在她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就是命令 是命令式的 性暴力的定义就是 只要她人不情愿 就是不同意 再加上有性意味 而无论是言语行为或态度 令对方觉得恐惧 或者受威胁 甚至有一些修指的感觉 其实也是性暴力 受害人不止他们 他们认为摄影师的劣行 亦不止那么少 连反应都未能接受 她就突然捏住我 当我意识到时 我已经在水底下 整个人都震了 不是害怕那种震 也不是生气那种震 而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种很迷惑的震 爱情究竟是怎样 我们向有关摄影师质讯 有十多个女孩 都同时对你有这些指控 她怎样为自己的行为解惑 受害人还受到什么粗暴对待 留意明晚凍涨细亡 一次私营, 一生落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